贬低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鸟是拥有双果实的地鳍 赤犬评价七位四皇的实力强弱 当上海军元帅却主动向陆飞刃锁 顶上战争刚开打的时候 赤犬对白胡子有一些畏惧 轻直敢主动发起进攻 不过被白胡子一拳从空中击落 黄元释放出八尺群勾玉 也没有对白胡子造成任何伤害 赤犬只是嘴上不锁 叫嚣着用岩浆弹给世界最强男人送葬 被地里找到斯库亚队 利用他多年前与罗杰的恩怨 成功策反大窝之珠 一刀刺穿白胡子的胸膛 之后赤犬才敢站出来攻击 用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 还不忘调侃白胡子逃不过岁月的侵蚀 一副贬低对手的嘴脸 见到艾斯倒在岩浆拳头之下 奄奄一息的白胡子再次爆发 缠绕震荡波的拳头从天而降 狠狠砸在赤犬的脑袋上 两人再次爆发激烈战斗 最终赤犬被重伤跌入裂缝之中 赤犬回到地面继续追杀陆飞 岩浆拳头偷袭却没能命中巴基 嘴上还叫嚣着快点放下陆飞 显然是认为不能拿巴基怎么样 不得不说巴基在顶上战争那会 真有隐藏自己实力的嫌疑 见到岩浆拳头被格里芬挡下后 赤犬背下的脸颊流出冷汗 心里也很清楚 只要敢多动一下 就会被香克斯取下脑袋 当香克斯宣布终结顶上战争时 赤犬气得咬牙切齿却不敢战斗 显然是认定自己打不过香克斯 一旦不给面子后果会很严重 顶上战争完结后 赤犬顾不上养伤 一个人主动与黑胡子海贼团交涉 对面不仅有双果实的黑胡子 还有溪流等众多海底监狱的强者 赤犬有如此嚣张的举动 显然是在藐视黑胡子的战斗力 世界会议开始前 海军间听到大妈通知凯多 要去和之国干掉陆飞 黄元立马请求去出差 却被赤犬以和之国存在武士为由拒绝 可见当时的赤犬对两位四皇非常忌惮 担心黄元会有生命安全 通过之后的剧情我们知道 海军不敢去和之国 是因为凯多在那里 赤犬对凯多也非常畏惧 特意去找战国询问该如何处理和之国战争 最终决定派大将绿牛前往和之国 不过在凯多战败前都没敢登陆 陆飞去马林泛多救艾斯的时候 赤犬就历史必须将陆飞的脑袋留下 即便马尔科带着众多队长阻挡 他也没有打算留陆飞一条命 得知陆飞的赏金长到15亿时 赤犬也是异常愤怒 将悬赏令烧毁 不过在陆飞成为四皇后 赤犬却主动认怂了 让绿牛不要去招惹他 可见赤犬也认清了一个现实 陆飞成长到海军不能轻易对抗的强者